烧热了就把花椒给倒进来 给它炒香 对 给它炒香 不需要任何的油分放在里头 不需要任何油 很健康 现在就有花椒味道已经慢慢的飘出来了 飘出来了 有点呛 然后现在我们来给它烧水 好 你刚刚提到这些汤菜 对 所以这时候加上一些水 然后这个很简单就给它烧 然后给它调味就可以调 用味精 味道适中就可以了 味精再加一点 可以了 然后放盐和味精进行个调味 然后等锅里的水烧开之后呢 我们就看看再怎么来处理 刚刚那个处理了一半的这个腰片 其实我们这口汤啊 也可以预先给它熬制 就跟熬中药一样给它熬 是不是熬越久越好 熬越久越好 你看我们已经熬了一段的时间了 这个颜色啊 有点变 像我们先可以 这个把火给它关掉 嗯 这给它过滤一下啊 把这花椒 花椒给它这个取出来啊 刚才这个开水烫过这个 腰花啊 都是这个血水 这不要紧 我们先给它倒进来 好 要烧开这个花椒水啊 倒进去 那这个过程呢 有点讲究的哈 这样给它这样子 给它再洗涮一下 它能够把里面的血水啊 给溶解掉 它这会更清 之前呢 是用流动的清水来处理 这会用这个花椒水再冲一下 你给它倒掉 好 那还要再来第二次 嗯 再倒一点 其实加一桌也是很方便的 再倒一遍 它这样子这个猪腰啊 这个始终啊 温度没有100度的开水 所以它能够保持这个脆嫩 很脆嫩 很脆嫩 然后可以去腥 好 现在第三次 大胆的倒进来 这是我们要喝的汤了吧 对 要喝的汤了 然后把这个葱花 撒一点进来 不要任何的油脂 不要任何的其他的调味料 那我们这套这个 穿汤腰片呢 就算做好了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穿汤腰片 这个成菜会让我联想到 店里那些就是猪腰汤 嗯 也是特别清爽的口感 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操作起来真是有些讲究呢 那这会儿我时间带你起来 看一下这个穿汤腰片的做法 赶快来看看 究竟是怎样料理的吧 猪腰加入清水 浸泡十几分钟 取出切成大薄片 再进入水中备用 水烧开 猪腰放入锅中 汤烫至颜色发白 捞出成盘 锅烧热 放入花椒 煸炒出香味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盐和味精烧开 闭火 捞出花椒 将烧好的汤 浇到猪腰上 反复两次冲入 将血水冲洗干净 最后再浇入汤汁 没过猪腰 点缀上葱段即可 健康小提示 猪腰富含蛋白质 脂肪和维生素ABC 常食有健肾补腰 和肾理气的作用 适宜于腰酸腿痛 爆汗者 老年人肾虚耳聋 耳鸣者食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 血脂偏高者 高胆固醇者即食 生活小常食 八九不离食 猪腰之所以有腥味 大多是因为猪腰内的白筋 所造成的 所以抛开猪腰后 要仔细地把白筋 剔除干净 再放入水中 用力将血水挤出即可 此外 在烹调时 加入葱姜 适量的黄酒 也有去腥的效果 怎么样 您学会这道 穿汤药片做法了吗 其实药领掌握之后 您会发现非常的简单 那最后呢 我想问一下伟家老师 就像这样一道的话 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地方 这个水料上 这个猪腰 泡水腥味给它去掉 好 那第二个 开水烫完以后 用这个煮花椒的汤 再给它洗两遍 倒掉 第三遍再把这个汤 就跟汽茶一样 给它去进去 就那个花椒水 去发挥两个作用 一个是给它 洗掉这个血水 第二个就是取它的味道 对对 那口感是怎样的 口感是 咸鲜味带椒麻 咸鲜带椒麻 对 还蛮有创意的那种口感 很值得大家回家 尝试一下这个汤腰花 希望您会喜欢 也谢谢伟家老师 谢谢 好的 我们明天见了 拜拜 豆芽配上海鲜 算是走清新的路线吧 浓郁中带着清爽的解放 明天的大厨好推荐 一款团结完美的菜肴 银芽海鲜煎不可错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